法律责任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我们所有法律责任当中 级别最轻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具体部分 没有任何的处罚 好相对来讲 如果你犯了有一点大一点的错了 这个时候你会涉及到要处罚了 那这个时候叫行政责任 行政责任又分为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行政处罚都是针对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我这样的老百姓 或者说是组织或者说是机构 罚我们的是谁呀 罚我们的是行政机关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官 官罚名 那通常来讲就是行政处罚 那行政处分是什么呀 行政处分通常是指公务员他犯了错误 这个时候我们的行政机关对他的内部人员进行的处罚 我们管他叫行政处分 那具体又包括哗啦哗啦哗啦这么多 好最重的是什么 刑事责任 如果说我们行政责任讲的是你违法你要承担的后果 那刑事责任就是你犯罪了 你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刑事责任呢又分为了主刑和附加刑 主刑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限制人身自由的 直到从管着你到拘役你到拘留你 从到拘役你到给你判有期无刑 至最后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直至最后判到你死 全是你的跟你的限制人身自由相关的 好那么附加刑呢 附加刑呢是除非限制你人身自由以外 它可以单独试用 也可以和主刑合并在一起试用的 总的来讲就是抄家闭嘴赶出去 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后面这么多具体的责任类型 要考你太容易了 我们主要在这上面怎么考呢 就是考分类 随便在后边拎出两个具体的行为 问你它属于前面的哪种法律责任 把它的细分给说出来 如果说还是那句话 你在不理解的基础上 你去背 你得哭 所以啊 我们还是要先把这张表放到一边 这种类型的表 应该是作为你们在强化阶段 和考前冲刺阶段的时候 拿出来帮助你记忆的一些小的表 而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要做的 我们是逐个的去消化 去理解它们 然后再看到这张表的时候 你会觉得长松一口气 因为你会觉得 我不用背 我全都能理解了 我最好 你会觉得长松一口气